70年代八大军区司令都是谁,谁成就最高,军衔,你们知道以前的八大军区司令到底都是谁谁的成就最高,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介绍,介绍,沈阳军区司令员陈希莲将军,虽然他是沈阳的司令,但是其实他是湖南人,这位司令的履历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优秀, 他在1929年的时候就自己主动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,勇敢的加入抗日的队伍当中,后来到了第二年,又遇到了非常艰辛的红军长征,即便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,他也严格的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优秀的红军战士,后来抗日战争的时候,他就成为了某部队的师长在解放战争时期, 他又是经济域地区的部队司令员新中国,成立之后他就陆陆续续的在重庆待过,然后在套兵司令部待过后来,他就去了沈阳成为了沈阳军区的司令,南京军区的司令许是有这位司令员来自河南, 这位司令在195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授予了上将军衔,后来他就成为了国防部的副部长,他最大特点是会打仗会喝酒,而且出身少林寺,让他具备了武术的底子,在我军中是著名的高手。 1985年,这位80岁高龄的将军医病去世,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处这位将军来自湖北,他是解放军的上将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, 他同样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1955年的之后, 他因为自己的优秀的战绩,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又获得了许多一级勋章。 1986年的时候这位76岁的老将军在北京因病去世,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军,他的军事才华,非常优秀,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下了传奇当时在解放战争的时候,他带领自己的队伍,成为了第一支突围中原的队伍, 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奇迹,建国后他就被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24军的军长的职位, 后来在1955年,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武汉军区司令腾思域,他是江西人20世纪30年代,就勇敢地加入抗日的队伍, 后来又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,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, 他的一生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1955年的时候,他就被授予中将军衔, 即南军区司令杨德志,这位来自湖南的司令同样由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, 他跟前面几位将军的经历,比较像也是经历了这些战争在1955年, 被授予中将军衔,广州军区丁盛,他是20世纪30年代,就参加红军的人,最后也得到了上校军衔, 最后一位是北京军区总司令,他的名字叫做李德生, 他在1988年,就被授予了上将军的军衔, 2011年这位90岁高龄的司令员在北京去世了。